这位60多岁的老人左眼不舒服 他听村民说有个偏方能治病 用青菜汁拌盐 花露水涂眼睛 最终导致他左眼摘除 这个炎症眼睛反而没好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检查 然后发现他那个角膜已经很薄很薄了 就整个角膜都是烂的 然后里面全是浓 然后结果第二天就立马出口了 他的左眼是已经摘出了对吗 对 左眼已经摘出了 当时如果立马来医院看的话 一两瓶眼药水 这个病就可能能够得到控制 就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 眼球都保不住了